3月8号晚上,戍边英雄肖思远的父母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肖思远的解锁手机 2020年6月,肖思远因在边境冲突中誓死捍卫国土而英勇牺牲 年仅24岁,她的遗物理由生前使用的手机 解开儿子的手机密码,看看儿子生前的工作生活点滴 回忆儿子生前短暂岁月,成了烈士父母最大的心愿 前不久,在缅怀肖思远烈士,慰问家属时 武警河南总队新乡支队官兵了解到肖思远父母的心愿后 指定专人负责协调解锁手机事宜 我们很重视,也想了很多办法 后来终于联系到大连一家信息科技公司 他们愿意为烈士亲属免费做这项解密服务 于是我们就安排专人带手机去了这家公司 经过多方协调,3月7号晚上,武警官兵连夜赶往大连 8号中午,肖思远烈士生前使用的手机被成功解锁 我们的技术能为烈士做一点工作,我们感到很荣幸 相对于烈士的生命,我们做的这点事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感谢军人烈士的付出,使我们能够在安定的环境下工作,生活 我们的孩子能够快乐地成长 3月8号晚上八十许,武警官兵辗转3D,行程2300余公里 将肖思远烈士生前使用的手机成功解锁,并送到了烈士母亲的手中 上车里面都有照片,阿姨这个照片团在部队里面 你们一刷几啥都没油了,姑姑这就是个香脸嘛,是吧 对对对 看出来的坏东西 烈士的寝书就是我们的寝书,你们有啥有啥愿望,有啥想法 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坚决去办到,去实现 不过以后你们有啥困难,也只管跟我们说 我听说摸客的,他走着广众,这些人完全收着 那我们吃面完成了 那我们完成了,谢谢大家 这是最后的礼物 对,最后的礼物 你开了